看看24位女生你最喜欢哪一位 希望你能带走她 谢谢 黄昀 你自我介绍一下你的名字 再说一遍 我叫做张晶 两个字怎么写 龚长张 三个日的晶 来 看一下我们有个四号女嘉宾 看到了 他们俩如果牵手成功最后结婚 他们生个儿子就叫张张晶晶 生个儿子叫张晶晶 生个女儿叫张晶晶 这事挺有意思 他们俩领个结婚证 两个人名字一个样 这也挺麻烦的 我告诉你 四号女嘉宾一个特别 一个最特别之处是 她有非常过人的一种惊人的能力 她能猜出男嘉宾上场 看完24个女生之后 选的心动女生是谁 你信吗 我不信 我现在就施展一下你的魔法 你现在可以 我现在信梦梦之跳 为什么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预测不出来 要猜吗 对对对 你心口疼吗 跳得厉害 跳得厉害是吧 好 这个我们待会儿问她 24个女生对今天第一位 亮相的男嘉宾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请选择 谢谢大家 请选择 你挺不错的 24号 台上男嘉宾您好 您刚刚从门里出来的时候 我在这个侧面可能看得比较清楚 我觉得您走路的时候 有点脖子有点往前伸 我建议您走路的时候 腰脖要挺得很直 谢谢您 因为你本身就高高大大的 给你感觉挺帅气的 如果你要是走路的话 你的脖子老头往前伸 可能会让你感觉不是太好 我觉得哪有点什么地方不对劲 要不然你把这领子弄出来 稍微注意 要不然她们那女孩都挺挑剔 对对对 好 我们先来看她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张金 在银行的风险管理部门工作 负责银行的负债处理 我很幽默也很健谈 容易给女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原来的我也经历了很多不成熟的爱情 觉得谈恋爱 交女朋友 在哥们面前有面子 而且开心就在一起 不开心就不在一起 但是我现在并不是这么漫威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现在也借着这个《非诚勿扰》这个舞台 借着这个机会 向所有被我伤害过的女孩 说成真心的对不起 我希望 从《非诚勿扰》这个舞台 能够找到真心的爱我的那个她 我会在婚姻的殿堂 幸福的生活 刚才短片当中听的意思 你伤害过很多女孩 有多少 20多个 他也真敢说 你有想过说这话的后果吗 我有想过 但是我现在就是我觉得嘛 来这个《非诚勿扰》这个节目 最主要的是真诚 而且就说 什么事都得实实求是 我想问一下这个男嘉宾 伤害过20多个女孩 你这伤害是什么意思 可能对没有那个 爱情没有做到那个忠贞 也没有做到那个 就是说彼此信赖 我觉得她的诚实指数五颗星 那这样吧 我们来问一问 6号 就是她的感情经历太丰富了 而且我觉得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来你解释一下 人家说你本性难移 我明白您的意思 但是说 我毕竟我现在已经25岁了 就说不是像原来 17 8 岁 18 9 岁那样 就是还能玩 因为男的必须得30 必须三十而立嘛 我现在个人在银行工作 所以说待遇还可以 就说我想找一个 真心相爱的女人 就说 就说走到最后 最好能结婚 您明白吗 我现在的想法 跟原来已经很不明 很不相同了 很不明白了 来 13号 13号 你那么有经验 那你现在在爱情方面 又明白了什么 又懂得了什么呢 很好 这个问题吧 我觉得 首先 我现在觉得 两个人在一起搞得这样 首先相互 你别说搞 交朋友 换一种方式 然后我觉得两个人 必须要相互 要真诚 而且就说 那你现在的态度 真诚了吗 他伤害过 二十多个女孩 都拿出来说 够诚实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小伙子 我提醒你 现在向你发问的 绰号叫孙教授 在爱情方面 是场上所有人当中 就已经了解了 对对对 你有了解了吗 这你知道是吧 对对对 看电视转目 你有了解过我是吗 对对对 你要不要你介绍一下 你伤害过多少 吓死他 你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开心 开心 那如果两个人 有一天到别扭了 有一天不开心了 你是不是又要分手了呢 那你认为 两个人之间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能一起过日子 我原来也是这么理解 但是我现在觉得 他原来是这么理解 你原来认为 两个人在一起 能过日子 现在更加要普通 你认同他的观点吗 他说两个人在一起 只要一起能过日子 这个婚姻就是好的 这是他的观点 你认同吗 我认同 你认同 你刚才不是说 原来认同吗 你怎么 我觉得这孩子 脑袋的 怎么这么快啊 不是您听我 您先听我说 我那意思是说 我还有补充 但是这个道理 我是认同的 但是我现在 你现在没得补充 我告诉你 只有两种选择 两个人在一起 开心最重要 两个人在一起 只要好好过日子 最重要 这两种作为婚姻官 你最擅同哪一个 我觉得超过日子 你这样回答 我觉得开心的 一起过日子 对 他的脑袋没那么快 下一条 我的理想女生 是一个外形要漂亮一些 而身材要好 我的身高是1米83.75 这是单位体检数量的 这是准确的身高 净身高 而我需要找一个 1米67到1米76之间的女生 我觉得这种作 相当的搭配 一个是诚信 一个人就是一个 很诚实的人 我希望她是能说会道的 不像不要像特别闷 比如说像我一人说 她不说 我觉得这样 特别没有意思 我不喜欢那女生 是她脑子比较笨 跟她沟通比较费劲 比如说一件事吧 跟她说很多遍 她才能明白 这我觉得很累 我也不喜欢那种吝啬的 就俗话说就是抠门 我觉得就说 人嘛都应该互相帮助 说没必要 就说把自己的钱 就是说不愿意给别人花 我觉得这样的女生 有点小气 不值得做朋友 更不值得 做女朋友 你说你不喜欢女孩 太吝啬 我倒经常听女孩 说不喜欢男人 太吝啬 你这个话的意思 会不会给人造成一种 你总惦记着 发女人钱的这个 有这可 说人家 别人都会那么回 就是都会那么想 但是我想法 跟那个不太一样 因为我 就说原来交朋友的 从中就发生过 什么情况 就说比如说 我和那女孩 就说搞对象吧 又搞对象 交朋友 他特喜欢说 这可能北京人说话 有一个那个 就是儿化音和那个习惯 这么说 你明白吗 是不是这样子吗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 北京妞胡同串子 我怎么不说搞啊 搞太难听了 你改改吧 他那个搞 相当于英语的那个 do 助动词 do something 谢谢 首先我刚才 确实有点紧张 因为毕竟第一个 你明白吗 我第一个嘉宾 而且还是 就是说原来也没在那个电视台直播 或转播那种节目 录过像 你明白吗 可能说话有点 就是说语无论次 那确实 我本人其实脑子 就比较聪明 您知道吗 你说着说着 就往后退 你要再往后说 你就回那电梯去了 好吧 好 21号 你有过那么丰富的恋爱经验 难道你看女人对女人的评价 还是停留在表面和一些聪明和笨 然后眉与丑的分别吗 我觉得你很 就是没什么太多内在的东西 你不追求吗 我原来交朋友的时候吧 就是那个女朋友吧 都长得还可以 然后身材还好 还好 所以说就一直就往这方面来 就说挑 习惯她就改不掉了 我特别想听听 20号女嘉宾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她 我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她 我只不过想给男嘉宾一点忠顾 我就觉得吧 我忘了 你想一会就想一会 我们看下一条片子 看完回来我再问你 我的儿子那个 这个张晶呢 是挺能说的孩子 就说有一次啊 我们去老的家去了 在那个出租车上 跟那个司机聊的 那个开心了 那个司机聊的 那个最后呢 不要我们钱了 太那个 觉得特别可笑的孩子 所以呢 我现在希望呢 他就以后那个 找个对象呢 能安静一点的 不要太那个 能说能仗人 小姐是我非常爱帮助人的人 因为我的公子 是她帮我找的女朋友 她也给我介绍 但是她唯一的缺点 就是爱十万人 这孩子很懒 还有惰性的 因为呢 从小呢 在那个家里面 是娇生惯养 所以呢 养上一个不好的毛病 什么活都不愿意干 在这段时间呢 好多了 自己能学会煮饺子了 有一个问题很严重 你说的标准是 你要找个能说会道的女孩 你妈妈说 要找个安静点 这怎么弄啊 这个 以谁的为准呢 就是说 我搞得像感觉 当然以我为准 我看这一片子 我倒是觉得 你妈妈是特明白的人 而且她对你 真的是很了解 评价特到位 比如说你特能说 她最后的结论是 特可笑 特可笑 然后呢 你想找个爱说的 她觉得可能安静一点的 对你的性格是一个 更好的互补 甚至于是帮你矫正一些东西 然后她指出来 你挺 没互短 说挺懒 这个 我觉得你妈 爱情实在 你要考虑你妈的意见 你觉得你妈了解你吗 那毕竟了解 毕竟是亲生的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认为你妈一点都不了解你 第一 非常非常安静的人 非常非常闷的人 很难满足得了 你对于情绪上的这种互动的激情的需求 对 您说有道理 现在又变成我有道理了 你怎么谁都有道理 我先把讲完啊 所以如果这个人太闷的话 没有办法来跟你的激情互动 但这个人如果太会说的话 压制你的话 两个人都抢着说话的也不行 所以你最好会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很能说 但只要你一说 就故作崇拜状 听你讲 讲完了以后 让你很爽 然后出去的时候呢 大家都很能说 你要找一个是说 听你讲话的时候 很能倾听 但实际上性格又比较活跃 会交流的人 可能会比较合适你 就是说乐嘉老师 你找一个女朋友 应该是那种 你要他说 他张开着说 你不要他说 他立刻就闭嘴 那你干脆买个收音机就完了 现在唯一亮灯的是 21号女嘉宾 最后一个问题 好 我只是想告诉男嘉宾一下 因为现在每个女孩 都非常的美丽 外表不只是他们的 看重的一方面 我觉得你应该更追求 一些内在的东西 我觉得最适合的女生 不管她长得好快 也不好看 内心是可以与你有无限的默契 但是我觉得我不适合你 抱歉 20号你想好了吗 你有什么忠告要告诉他 想好了 我想跟你说就是 不是说 就是那个没有 如果您没有十足的把握 就是喜欢人家的话 你不要去招惹人家 所有的事 不是因为你的一句对不起 就能够 就能够 人家就能原谅你 你要知道 你伤害别人的同时 就是在伤害你自己 所以你以后下回 要是再搞对象的话 是吧 您请三思 好 谢谢你 下面有一件 比较重要的事 我想问 花了那么长时间 4号我一直没问你问题 就让你有充分的时间 去考虑 你觉得她的心动女生会是谁 我又不是张鱼宝炉 我天天猜这个哪能天天对啊 对啊 你不是张鱼 你是张晶 我要是在猜对 人家可以把你们都说了 要把我带回去研究彩票去 我悲剧 我们不让他 不让谁把你带走 除了上这儿的男嘉宾之外 好 那我今天就赌一次了 好 他选的是我 看大屏幕 来来来来 她的自愿力往往不在那个男嘉宾 或者她的女嘉宾身上 她好像神思特别有理 她是在观察她的 打她第一期来 她就没怎么在意过男嘉宾 跟谁走 她就在猜定男嘉宾 选的心动女生是谁 回回都猜对 而且她有的时候 观察乐嘉的时间 会比观察男嘉宾的时间 还要长 我想用 你们一起在走之前 你选我是因为我叫张晶吗 跟那有关系 我就知道 再见 我也有一个建议 下次穿西装的时候 里边的衬衣的扣子要扣下 好 再见 我觉得做人做事 首先得诚实为信 诚实为反 就是说我可能说的一些 就是我当来之前 我就想可能 我就觉得肯定会 牵不了手回去 因为就是说我说的 也确实太坦诚了 一般的女孩可能 不太会接受 我这样的那个恋爱经历 也听过场上的女嘉宾 如果介绍交朋友的意义 所以说以后我会能 我希望我一定能找到 真正属于我那个女孩 好 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男嘉宾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开场 待会我还会 以后有事我还问你 四号 好吗 换不信 我只认为еч划 请我们